Hello, 各位, 大家好, 都差不多一個禮拜沒有見, 我最近都是一個禮拜才錄一條片, 我希望都是這樣保持我這個頻道, 其實都有很多事情想跟大家分享, 但是奈何事奉各樣都是很多, 又不可以不休息,或者有時候都要放鬆,打球, 很多事情都要做,所以就這樣先錄, 尤其是收到上個禮拜的影片講零收都有些迴響, 都很感恩的,我今天想講這個好書tweet tweet, 我們很多時候都要看書, 講開看書,我發覺華人的信徒, 不是只是澳洲,澳洲就沒有什麼書室, 也都讀書的風氣不是很強, 我發覺其實澳洲的環教會一般, 其實不是很多人看書的,老實說, 或者有定期閱讀的習慣, 不要只是說熟齡書, 連普通書都可能不是看得很多, 我看到可能生活忙碌,各樣東西, 都鼓勵大家去看書, 但是我自己沒有發覺普遍的教會, 環教會的信徒, 不是說真是很主動去看書的, 其實很重要, 我都忙,尤其是最近我都, 除了靈修會看書, 我都開始看多些書, 除了說裝備, 但是也都是, 有很多其實是要知道的東西, 還有就是有些都是, 自己的那個知識上, 雷尚都要, 兩兼, 那其實這本書, 最近都買了一堆實體書, 有機會都介紹, 也都買了一堆電子書, 那這一本呢, 就我很想說的, 其實它是2021年呢, 那時候出版的, 那你見到呢, 那個作者呢, 英文書, 就是Greg Keener, 那其實我是很欣賞這位新約的學者, 或者在你們中文書的世界呢, 都有一些翻譯了它的著作, 其中有一本呢, 就是新約背景聖經注釋, 新約聖經背景注釋, 那另外一本就是舊約聖經背景注釋, 新約整本都是它編的, 那它就是一個很紮實的新約學者, 就是新約研究, 那我那時候去做司徒人傳論文呢, 買去那套司徒人傳, 它寫了十, 前後寫了十五年, 那十五年裏面呢, 它那套著作是四本呢, 是這麼厚的, 就是我現在整個Laptop的電腦, 這麼厚的四本, 每本厚的, 每本都這麼厚, 所以它是, 就是在聖經的背景, 還有它那個研究都很廣泛, 那為什麼它這麼特別呢, 因為它這本書呢, 你看到叫做《Miracles Today》, 那如果你看回, 就是《神職在今天》, 那如果看英文那個副題呢, 《The Supernatural Work of God in the Modern World》, 那樣, 就是在現代的世界, 神的超自然的工作, OK, 就是這樣一個副題, 那其實呢, 它這本呢, 就是有一點是濃縮版, 雖然都成, 二百幾三百頁, 二百幾頁, 就是以英文書, 就是一般書來講, 不是說算是太厚的書來的, 但是呢, 它有一本呢, 就是講《新約聖經》的《Miracles》, 其實它是差不多時間一起出的, 那本是一千多頁的, 那我買電子書呢, 一來它這麼厚, 買實體書又很浪費, 那也都可能在研究上面會方便一些, 就是在Logos的軟件, Logos軟件, 那這個Logos軟件我覺得, 大家免費可以下載, 那你如果買電子書呢, 又可以用那個看, 有什麼好處呢? 它是可以翻譯的, 就是有時候你說, 就是我上次都講過了, 其實很多是好書沒有譯過英文, 沒有譯到英文, 就認不及了, 那我不知道這本書有沒有出版社 已經拿了版權去譯, 但是其實, 通常都是差了幾年, 除非那些非常之 popular的書, 就是一年之內就可以快快翻譯了, 但是就很少的, 而且機構教出版界都是掙扎求全, 所以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如果有些英文書, 就是你說這些英文, 我上次教大家用Google Translate 去卸著這樣讀, 其實都有點難的, 當然是, 但是如果你用電子書用Logos那些, 是會很方便的, 那這本書呢, 我不想講很長, 但是你看到這個題目, 就是講現代, 就是神跡在今天, Greg Kleiner, 他除了是一個很雜實的生涯學者, 他也是一個寧恩愛背景的信徒, 跟著他去聖經研究, 那他在神跡, 其實要記住, 不是說寧恩派那些頂姊妹, 就是異端來的, 不是這樣的, 就是寧恩派都有一個光譜, 我們不能這樣標籤, 而他的特點就是, 因為他是很有紮實的做學問的功夫, 和生涯的研究, 所以他這本書呢, 是很震撼, 因為為什麼呢? 他除了研究聖經裡面的神跡, 他當然比較集中, 就是講耶穌或者生涯的神跡會多些, 但是這本書呢, 我為什麼這麼想買呢? 因為他在說神跡在今天, 就是說其實我們經常問一個問題, 而現在的教會有沒有神跡呢? 那這本書呢, 就非常的好, 當然了, 現在小小粒字這樣, 但是你在他的那個安排呢, 其實就是前前後後是在說, 就是很實在地去講, 關於什麼是神跡, 有什麼不同的看法呢? 歷代裡面, 有什麼見證人呢? 但是呢, 你看到呢, 有一個呢, 就是呢, Videos and doctors reports, 就是其實呢, 他就特別是, 講得很多關於, 一些的, 所謂的神跡的記錄, 那他搜集了很多, 有很多是人家給他, 有些自己搜集, 但是他就是, 一個很認真的, 來做學問的角度, 來去看這些神跡的記載, 就是現代神跡的記載, 那, 尤其是呢, 就是那些, 那些人呢, 医治, 被医治的神跡, 就是, 好像《新約聖經》那樣, 眼的又可以起, 龍的又聽見, 盲的又看見, 死人又復活, 那現代有沒有這些呢? 是有很多這些這樣的記載的, 但是你說, 道聽途說, 都不知道是不是, 他就是, 作為一個學者, 就要很小心去看, 這些是不是真的, 那他搜集了很多, 而很多都是, 很真, 很實在, 而且你看到, 為什麼特別講醫療呢? 因為, 你做醫生那些, 他有很多資訊在那裡, 那舉一個例子, 很震撼他那裡, 就是, 一開始, 他有個前言, Get up and walk, 就是, 喜來行走那樣, 那他就講了兩個例子, 兩個都叫Barbara的人, 第一個我不講, 第二個呢, 真的很震撼, 就是, 這個Barbara呢, 基本上呢, 差不多就是死的了, 他就是十幾歲, 有一個, 就是, 很嚴重的, 一個, 病啦, 那那個病呢, 總之就是, 綜合很多的病, 以致呢, 他那個橫膜又, 又動不了啊, 那麼, 那個肌肉又收縮了, 就是, 其實, 基本上, 它是為了保護, 那就是, 包了那個奶衣, 那樣, 由十幾歲, 到三十幾歲, 十幾年呢, 就是, 那個情況是每方月下, 就是, 眼睛差不多已經盲了, 那樣的情況, 非常之差, 那, 那, 就是, 你要留意, 肌肉都很硬, 那樣, 但是呢, 當, 最後一次呢, 醫生就跟她說, 你這個情況, 就是跟家人說, 你都要回到家裏最後一次, 給你, 那樣, 那樣, 那她當中也都是一個信徒, 那但是她都, 經歷了那麼多, 就是她靠著信仰, 那但是呢, 就是, 也都, 這麼後的階段呢, 他家人也請很多人來幫他祈禱 就是幾百人為他祈禱 就在家裡睡著的時候 其實他回去等死而已 他就突然間聽到天上有聲音 叫你起來行走 而他真的聽到聲音之後 就起來 就是身體的情況已經這麼差 肌肉都萎縮了 起來還要坐著站起來 然後他有家人在家裡 他爸爸還沒聽到 他已經叫爸爸 爸爸以為是他另外一個女兒 爸爸在花園裡走出去 看到他擁抱和跳舞 其實是一個超級的神跡 基本上就是 那些醫生都解釋不了 那些醫生他跟了他十幾年 有了所有的醫療報告 所以我看過他前年 他這個見證真的非常震撼 1980年多年發生的事 到Kina去訪問他 2015年已經是40年之後 他的記憶猶新還在說 那個事情的震撼 那種真實 因為他真的都治好了 他簡直是治好了 尤其是說到 你剛才我不是形容的 他的肌肉 基本上他說 你的手你動他 他會彈回頭 就是他硬了 但是他竟然可以 就是好像聖經這樣 比德叫那個 就是徐的那個 在美門那個 哇 立刻起來行走 其實耶穌都是這樣的坦子 就是你完全是萎縮了 你的肌肉 大家都知道的了 我現在打了一波 肌肉就好一些 但是如果你不用這些肌肉萎縮 或者消減 你就會越來越沒力 那你擺了這麼久 竟然可以完全醫好 還要幾十年 那當然了 就是這本書 也都是探討 很多不同情況的成績 以及有些是神學的問題 就是譬如 如果醫不好的一些情況 都有的 還有就是有些 其實很大部分都是醫不好的 但是當有真正的成績的時候 而那些有充足的見證人 來去見證的時候 你就發覺那種的真實性 證明那件事是真之餘 這些都是神的特別的恩怨 就是exceptional的 這個他說明是exceptional 我們在這個世界生活 都是面對生老病死 但是我們不能抹殺那些真實性 還有剛剛我們教會 昨天 我現在星期一錄影的時候 昨天就星期二日 6月30日2024年 那蔡飲強牧師 就是一個我很尊敬的一位 就是傳道人同工 一個長輩 前輩 那他在我們教會 講了一個傳道主義的信息 就是要鼓勵 那他就最近帶了他的弟弟 就是去年帶了他的弟弟信主 這個弟弟是幾十年的 就是以前是信主 然後離開了教會 然後幾十年的 去研究佛學 哲學 哲學這樣的一個背景 但是在他後來長期 就是後來有一個兒壯癌 那也都重新去反思很多信仰的問題 那蔡牧師就用很長的時間 幾個月去跟他對話 去幫助他 這樣帶了他的信主 那這個經歷呢 昨天蔡牧師在港道那裡有講的 那我也會附在我這個影片的最後 就是昨天我教會講到的那篇的講章 以及蔡牧師寫了一本書 就是他跟他的弟弟那個交流的裡面 怎樣帶了信主 很多很詳細的一些內容 我放在那個link裡面 而食德指出的一件事情 就是蔡牧師就他去講教導 或者是昨天鼓勵 弟兄姊妹傳福音 就講到其實 他怎樣帶他弟弟信主 就是世界觀的問題 即是基督教的世界觀 跟其他智學、佛學 各樣的世界觀的比較 哪個的世界觀是優勝一些 解釋的能力是高一些 以致讓他明白了之後 他就去選擇去信主 其實這個所謂倫具 這個處理方法 我都遲些再介紹 蔡牧師的書我都遲些會再介紹 另外一本書 應該說那一套的講座 關啟文博士 他都是講到基督教的世界觀 還有其他的一個比較 用這個進路來去談刀變刀 我都是購買這件事的 蔡牧師特別提到這個世界觀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還沒聽蔡牧師提到 我已經想推動這本書 但是這本書更加講到神跡 而他有兩個篇章是非常好的 就是講到世界觀 為什麼跟世界觀有關呢 就是他會處理一個問題 就是 我先拿回那個 為什麼他有兩個篇章 去講一個問題 這裡看那個標題 Why do some people assume that miracles don't happen world views 其實就是世界觀的 為什麼有些人覺得 沒有神跡是不會出現的呢 其實就是世界觀的問題 而另一個篇章就跟進同一個問題 為什麼有些人會認為 這些成績是不會發生的呢 就是David Hummel 就是幽毛 這個哲學家 其實他寫過一些論文去講這個問題 但是其實後來很多人反駁 就是反駁他的論文 講到為什麼成績不會發生 但是其實他就在或言論那裡 有很多人都會提出一些 就是有些數學家 就是後來要看回這本書 就是講回那個幽毛 在那本的 就是在他那本的論文裡面 講到這個世界上沒有神跡的 他講到關於或言論那裡 其實是有問題的 就是他計算有問題 其實或言論是 其中一個論證 就是你這麼多這麼巧合的東西 你是不會這麼巧合的 在或言論裡面 你與其解釋就是所有東西都巧合 但是其實不如就解釋有神 在後面的工作 或者神奇的事是exceptional的 你不就更加容易解釋到 所以我覺得他這兩個章節是非常好的 也都有很多神職的見證 很多後來處理 就是最後他怎樣去做結論 這本書澳幣25元 我在亞馬遜訂 是不用郵費 其實在這個電子書都有的 如果大家看電子書習慣的 但是他那個重要的地方就是 就是有時候我們 就是我現在講了九鐘 我發覺有時候基督徒自己都不信神職 有時候基督徒自己都沒有經歷過神職 那我有機會又想再錄一條片 就是其實最近我教會是經歷這個構堂 就是買一個地方 它本身是教會來的 但是我們的project很大 其實也都很難找到的地方 也都有很多困難 但是我們一起去教徒弟兄姊妹 還有我們一起去參與事奉的 看到真的是神職來的 就是有很多 你不能夠用巧合來去完全解釋 因為一次又一次 看到神的預備 無論是金錢 人的心 或者很多很細緻的 其實我們是經歷到神的工作 就是Miracles today 是today 有時候我們講見證 或者我們經歷神 都是說N年前的神是一直活著 還有有不少的神職 我覺得這本書就是一個很大的 給我們看到神的奇妙 你會很震撼 神是真的 神真的不斷行其事 是的 遲些再講 都有很多東西想分享在這方面 但是介紹了這本書給你 我都將買書的連結放給大家 歡迎大家去看一看 好 今天講到這裡 下星期再見 拜拜